12月21日 拜登和他的妻子公开的接种了新冠疫苗 之前彭斯和佩洛西等多名高级官员也完成了接种 疫苗是静命的东西 绝大多数美民众还没有用伤 美国的领导人就用伤了 这是不是美国版的让领导先走呢 让领导先走是一句讽刺中国领导干部的话 现在美国领导人主动的认领了 但是拜登是非常在意自己形象的 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2011年8月失了美国副总统的拜登访问中国 专门跟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等人 跑到北京古楼大街的摇进炒干店吃炸价面 并与饭店里的中国食客进行互动 以展示他节俭亲民的形象 当时有个公知为了进一步的放大拜登的形象 就编出了拜登跟狗抢包子的故事 说拜登吃饭的时候 不小心把包子掉到地上 一只狗马上扑过去抢 拜登伸手矫健 硬生生从狗嘴里抢回了包子 这个段子感动了无数的公知 稿子原来还能这么写 现在拜登当选总统还没有上任 就不顾及形象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拜登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 美国媒体说了 拜登等人带头接种疫苗 是想向美国民众证明国产的疫苗是安全的 美国媒体真是疯了 居然把不该说的话也说出来了 证明疫苗的安全性不是临床试验的内容吗 难道美国的疫苗还没有通过一期临床试验 疫苗的临床试验要做三期 一期解研安全性 二期观察有效性 三期大样本确保安全有效 美国的疫苗都开始全民注射了 居然还要让领导人以身试药 证明疫苗是安全的 这不是开玩笑吗 拜登想做志愿者也应该参加一期临床试验 中国有五种新冠疫苗在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还没有敢像美国那样大张旗鼓的安排全民注射 美国连疫苗的安全性都不敢保证 就敢让美国民众注射 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其实美国领导人对美国疫苗一直没有信心 5月12日 福奇在昌议院举行的 重启美国经济的听证会上说过 不敢保证美国研发的疫苗是有效的 也许用上疫苗以后病毒会变得更加强大 到了7月9日 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篇文章 说随着美国疫情历见严峻 新冠疫苗的研发已经成为了 结束疫情的关键突破口 为止美国的一个联邦委员会 正在讨论疫苗的优先分配事宜 由专家介密 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等少数族裔人群 应尽早获得疫苗 让黑人和拉丁裔先打疫苗 是想再拿他们当小白鼠 他们也不是傻子 纽约时报文章发表以后 他们就知道了 美国产的新冠疫苗是不能打的 美国开始全民注射疫苗以后 美国凯撒家庭基金会 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 黑人是对疫苗最缺乏信心的群体 调查发现 48%的黑人成年人说 他们不相信黑人的需求得到了考虑 36%的拉丁裔成年人对此表示了 统一看法 不相信疫苗的远不止黑人和拉丁裔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对当地医护人员的调查结果证明 三分之二的医护人员表示 希望推迟疫苗接种或不愿接种 超过半数人为是因为联邦政府的施压 导致了疫苗研发过于参处 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这些医护人员看到了巨大的风险 12月15日 美国开始大范围接种新冠疫苗 第一批疫苗主要面向医护人员 疫苗接种工作开始以后 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 辉瑞疫苗保存条件极为苛刻 一部分疫苗在运输过程当中报废了 比如用完加利福尼亚州的辉瑞疫苗 有两个托盘在运输时温度降到了零下92度 低于标准的零下80度 这一批次的疫苗交付被紧急交替 用完巴马州和新州的疫苗也出现了同样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 疫苗注射以后 很多人出现了不良反应 在阿拉斯加连续两位医护人员 在接种辉瑞疫苗以后出现了不良反应 特别是第二位医护人员 眼部浮肿 头晕 闪着发痒 医院认为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过敏反应 根据美国疾控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规划 美国新广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接种以后 医护人员和护理机构的长期工作人员应该优先接种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接种 医护人员对疫苗的了解 运强于普通民众 他们都不愿意接种 普通的美国民众就更不愿意接种了 为了忽悠美国民众接种疫苗 拜登等人不得不粉末登场 但是拜登他们用什么证明 他们注射的就是美国产的新冠疫苗呢 也许只是蒸馏水葡萄糖 或者是中国生产的疫苗呢 12月18日 洛杉矶时报豪制了一条新闻 说为了获得优先接种券 由美国富人直接跑到医院问询 如果捐款2.5万美元换来一剂疫苗吗 美国监管部门得到消息后 马上警告 说由于新冠疫苗非常稀缺 有可能催生地下交易 也许会有医护人员利用植物之便 获取疫苗 到黑市上高价售卖 美国的媒体和政府联手炒作 这样的消息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辉赖新冠疫苗需要在零下80度保存 一般的医护人员难有这样的条件 不能保存和运输 还谈什么黑市交易呢 除了洛杉矶时报以外 华尔街日报前几天也报过大料 说亚马逊等多家巨头公司 正在游说美国疾控中心 试图让他们的员工提前地获得疫苗 在之以前 已经有银行通过这种方式 得到了提前注射疫苗的机会 对于这种现象 美国舆论进行了强烈批评 认为美国疾控中心将银行从业人员 放在教师和养老院护工之前 是政府被资本渗透的恶果 美国媒体演习的本领 真是让人佩服 难道华尔街日报不是华尔街的喉舌 他们居然敢批判美国的大银行 以权谋私 美国民众普遍的不愿意打新冠疫苗 为了改变他们的想法 媒体不惜的编造假新闻 利用美国社会抵承民众的仇富心理 去激发他们打疫苗的动力 美国媒体玩倒沟的水平 真的是炉火纯青啊 美国国会在12月20日 就9000亿美元的 新冠病毒纾困斥击法案达成协议 法案计划包括向个人直接支付600美元 以及给每个受疫情影响和失业的美国人 每周提供300美元补助 大家别急着叫好 在疫情期间 美国发钱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改善了人民生活了吗 帮助拼命就业了吗 抗击疫情取得成效了吗 当然是并没有 累计确诊干了1860万人 数千万人失业 无数人领救济粮 这些泛水泛出来的美元 只会让华尔街的富豪们 赚得碰满波满 更会推高大中商品的价格 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 美元收割全球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美国自己都说过 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